有钱,有闲,有房,是女性活出自我的前途吗? 英国女作家沃尔夫都认为,女性应该有属于自己闲暇的时间, 有一笔可以勾自己支配的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。 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女性写作,又有什么关系呢? 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疑问,沃尔夫会这样想, 和她的成长环境有莫大的关系。 年少时,她被同母义父的哥哥性骚扰, 当她失去母亲后,父亲的脾气也变得非常棒躁, 连喝,热不顺,就歇斯底语, 这引发了她对社会男权的深刻反思。 她热烈地追求女性的自由空间和独立思想, 没有金钱,读书,学习,这是无极之谈, 物质空间的有限会束缚女性获得精神空间的独立。 于是她试图用文字这种沉默的语言, 来颠覆一直主宰着人类意识结构的本性化与权力。 她用独立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。 这就是现实,我们没有臂膀和依靠, 只有自己前进。 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, 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。 《沃浮一间自己的房间》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宣扬女人主义, 而是唤醒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识。 生活应该建立在独立的意识之上, 而不是依附任何一个性别和个体。 在独立的意识之上,